不就 他超级无敌乖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潘子 然后现在就跟我们见面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 What's in my luggage 我这次要去美国待一个月 不过大家放心 我已经跟我的老板请好假了 以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这次要去美国陪我老公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今天我闺蜜来我家 他就说 他说你的行李也太多了吧 你去一个月顶我在美国四年的行李 我当时心想 真的有那么多吗 因为我之前每次去 有时候可能待两周 有时候可能待就是三周 也带这么多行李 就还没这次时间长 但是带的东西也超多 所以我就想说 那不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刚好这边也有一些 我双十一的战利品 好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视频 那现在呢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的行李就在我旁边 这里一个箱子 那边一个箱子 这两个箱子都是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这个呢是筒刀刀的行李箱 再过去那个呢是新秀丽的行李箱 OK我们直接进入到行李的部分 这个酒在这里 首先呢这个 这个是一个锅 很多人会说 哎呀你锅你在美国买就好了 为什么要在国内买 呃美国不是没有卖 但是呢我觉得很麻烦 美国的快递很慢 然后另一个呢 是美国的价格相对来讲 还是会比国内贵一点 因为我刚好要去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干脆自己买了 一个带过去 它是一个可以做部队锅 然后也可以做烤肉的那种 能够放在电磁炉上用的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它质量看起来超好的 就是特别特别好的那种感觉 里面的涂层是有一点点那种金金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因为我不是很想把它拆开 就是我想要用一种崭新的样子 拿给吕先生看 所以我就不拆开给大家看了 然后这边呢是我带了一双鞋子 这双鞋子超级无敌闲角兽 就是我最近真的很爱穿这双鞋 的妮斯兰 是厦门的原创品牌 然后我每回就是回福建 我都会去商场里面买这个牌子的衣服啊什么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这个Champion的帽子 这个帽子我也是经常在戴的 这一边呢主要就是我的一些家用的一些东西 首先这一边我放了一个 前几天我在新加坡买的一个据说是 新加坡神药感冒痛经吃两肋包治百病 接着呢就是带了一些日抛 这个呢是YOHO他们家的那个日抛 然后这个是那个美少女系列的 还带了一盒这个是双十一的时候买的 金硕光学 这个是台湾的一个品牌的日抛 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过来这一边呢就放了我的一些就是牙套 登登 主要就是我的一些面膜 然后还有一些有的眉的 这个也是YOHO他们家 之前我看李佳琪的直播推荐的蒸汽眼罩 就是你戴上去就是美少女的这个眼睛 超级可爱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用过 也是这两天刚刚收到 这边呢是一些我的刷具 这边呢是我用了一些面膜 面膜这个是日本的 然后这个也是日本的 这个是一个德国品牌的面膜 这个牌子的面膜超级超级无敌好用 强烈推荐 虽然它有一点贵 但是它敷上去之后 你的皮肤真的感觉超级无敌正经 修复能力特别强这个面膜 这两款主要是保湿的 这边是我带的一些就是那种化妆面 另一个呢是这个 这个是因为我用习惯了 来洗我自己的内裤和内衣 其实那边也可以买 但是就是想说反正都要去了就带了 反正放在那边无所谓这样子 然后这边还放了一些口罩 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出个门 然后没有化妆 遮遮羊什么就带个口罩这样子 这一大包呢是我买的一个床品 那这个床品是那种有点丝绒质地的 然后这种床品冬天睡起来不会冷 就比一般的那种纯棉布的那种要好很多 所以我也特别推荐大家可以买这种 这一边呢 这个特别好笑 这一些是我婆婆托我带给我老公的舅妈的一些就是那种模具 主要是就是做月饼什么用的 然后就买了很多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婆婆还用了一个Prada的袋子 特别搞笑 然后这边呢是一些就是茶叶 也是我婆婆她托我带过去给我老公喝的 带过去这边 就是卫生巾没什么好讲的 然后这个呢也是茶叶 这个茶叶真的特别特别好 是那个西兰红茶 我推荐大家到淘宝去买一下这个牌子 它非常非常小众 它的茶都是进口的西兰卡红茶 价格不贵但是那东西特别好 这里面也是茶叶 我用那个袋子把它装起来 也是西兰卡红茶 这些都是我婆婆托我带过去的 这些所有的茶全部都是 然后这边 这个盒子真的超级无敌可爱 是日本的那个插画师 跟那个HFP他们合作的一个礼盒的盒子 然后不过我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然后这个就拿来装别的 然后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这个是 就是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 是一个这种旅行用的转换插头 就是有好几个然后它有USB接口 可以转换各种英式啊美式什么的 然后这一个呢是一些饰品 那主要就是放我自己最近喜欢带的一些 比如说像这样的耳钉啊 这样的一些戒指 这个戒指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阳千玺同款 这边还带了一个这个洗发水 这个洗发水呢是因为之前我头发有点油 然后我就一口气买了好几瓶种就是控油的洗发水 那这一瓶是我还没有试用过的 因为一直有朋友催我说 可不可以赶快分享一下就是去油洗发水 因为我现在同时在用三支不同的 所以我就想说赶紧把这个也用了 然后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这个我就赶紧带过去就是美国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出差嘛 所以也没有用 胡椒 你们不要闹 好所以我就带过去美国 然后到时候用完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 这里还有一袋 好重 这一袋呢就是我的一些护肤品 这个是欧赖亚的一个乳 然后呢还带了一个欧赖亚的水 岳木之园他们家的一个洗面奶 灵芝精华 Lamere他们家的这个唇膏 这个唇膏真的巨好用 它就是有点贵 但是除了贵它没有任何的毛病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用的比较恶心了 就是已经凹陷 但是这个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润 大家有条件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 真的超级好 这一套我自己其实还没有用过 所以我也不确定好不好用 就是感觉还挺平价的 然后就买了 OK好了 现在换另一箱 这一箱基本上全部都是衣服 这里呢放了我的一些内衣 那我自己一般收拾行李呢 我都喜欢用这种收纳袋 因为我会觉得行李箱 直接放衣服可能会有一点 不是那么的干净 就这个呢 我推荐大家到那个1688 这种网站去买 真的超便宜 就是淘宝买这种收纳袋 大概可能要50 就是多块钱这样子 但是你如果去1688 可能只要20 我这一套好像是20多块钱吧 但是已经用了三四年 就到现在我想让它烂 它都不烂 你们懂我的感觉吧 就其实我很想换一套了 但是呢 就因为它真的很耐用 然后也不容易烂就一直用 这边同样是茶 茶 茶 全部都是茶 这里呢是我带给 我跟我老公 我在国内买的拖鞋 就是美国的拖鞋呢 不是说没有 主要是好看一点的都比较贵 便宜的呢都很丑 所以我想说OK那我就从国内带 我这两双是在拼多多上买的 拼多多真的很好买 就是我推荐大家去拼多多买那种 家居日用就是不看牌子 比如说家里的剪刀啊菜刀啊 拖鞋啊这种 就真的拼多多特别便宜 淘宝现在拖鞋就这种一双 它卖20几块 拼多多两双才十几块 真的很便宜 这边呢就是我带去的一些衣服 我也是这样全部都给它叠好 那这次我去美国我主要呢就是 带的都是一些裙子 那像这一件黑色裙子 之前有发过给大家看了 这几套都是穿过的 会把照片放在这边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到时候再问我 我在双十一有买新的衣服 就是之前有给大家分享 我买那个Monkey那个牌子 我买了一件两件三件 总共买了四件 然后才花了340块钱 就是凭下一件连100块钱都补到 真的超便宜 重点是你们看 它里面是有抓绒的 真的太便宜了这个衣服 但是现在它的价格就已经恢复原价 这件原价好像200块钱 就是双十一买 真的超级无敌划算 然后再叠加津贴绝了 穿了再给大家看吧 我就不再特别展开给大家看了 剩下这一包 就是我的一些什么内裤袜子 就不给大家做展示了 因为那个太私密了 这一大包也都是我的一些衣服 主要就是有我的外套给大家看上 其实这个本来是装那个 刚刚大家看的那个床单的 然后觉得这个袋子挺大的 然后就那个 有牛仔裤 然后有我一件那个冲锋衣 白色的 到时候穿给大家看 然后因为我们这次要去加拿大 所以会比较冷 我就带了这件厚的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连衣裙 看得到吗 就这个红色的是件连衣裙 这个牛仔裤也穿过给大家看 这个是我带去的一个那个帆布袋 就是平时有时候出门 然后就是简单一点就用这个帆布袋 这个是我前几天去新加坡 然后新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是首帐小行星的负责人 然后这个是他们做的袋子 我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帆布袋 那边呢 是我带的一件那个毛衣裙 然后再过来这里呢 是我的一些帽子 这些帽子都是我自己冬天的时候 比较经常戴的 一个是这种很简单的针织帽 可以戴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针织帽的效果 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OK 然后另一个呢是这种爆筒帽吧 应该叫做就是送爆的那种帽子 给大家戴起来看一下 看得到吗 看不到 看得到吗 嗯嗯 这样看得到 就是我现在只能趴下来 才能给大家展示 因为这个相机真的放很低 OK 最后一个呢是这个 我戴了很多次 然后每次都有人问 这个帽子跟刚刚那个鞋 都一样 也是The Miss Land那个牌子 包括刚刚这里的好多连衣裙 都是那个牌子 就我真的很喜欢那个 厦门的原创品牌 可惜他们的网店不太OK 他们网店卖的就是这些衣服啊 帽子什么的都跟他们实体店的不太一样 就是没有同样的款式 我不懂可能渠道不一样 这个帽子我也戴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帽子真的很好看 但是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展示它的美貌给大家 好了那以上这些呢就是 就是我要带去美国住一个月的行李 你们觉得会很多吗 就是真的那么多吗 我觉得好像还好 因为很多好像其实都不是我 都是要留在美国那边的 所以就觉得还好 我最后一眼会空下一个箱子 刚好接下来是美国的黑五 就是会有大大大的折扣 然后我最近就已经开始疯狂的浏览那些 就是购物网站有什么就是比较好的deal 然后赶快让我老公给我下单 对 一年就讹它那么几次 这次一定要狠一点 最近不是出了那个MacBook Pro 16寸的吗 哇我真的超级行动 看完测评之后我真的很想买 不知道你们觉得那个电脑到底值不值得买 赶快弹幕告诉我 因为价格其实还挺贵 而且最近黑五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折扣 针对这台电脑 我现在还在犹豫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样子的视频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希望你们天天都开心哦